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墨浴此言 这个故事讲于亮评价魏军长的话 先跟标书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孙兴公为于公参军 共有白石山 孙兴公当时做鱼亮的参军 跟别人一起游玩白石山 当时魏军长在座 就是跟渔公一起去游览白石山 当时魏军长在座 另外还有一个人陪着 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 孙兴公就说 小魏这个小伙子神情都不关山水 这个是对他的讥讽 当时的人认为 一个人能够欣赏山水 才是有民事风范 一个人如果对看山看水都没啥兴趣 这个人俗不拉几的 怎么能够作文呢 那怎么能够写文章呢 渔公当时就说了一句公道话 说呀 为风运虽不及轻诛人 小魏呀 他的风度和神运 虽然比不上老孙 你们这帮人 但是秦岛处亦不尽 但是他特别的地方 让人秦岛的地方 他写文章写得让人啊 佩服不已的地方 也不尽 也啊 和你们比较远 也就是说 你们啊 写文章比不上他 孙岁 沐浴此言 哎呀 孙兴公啊 听了这句话 听呆了 觉得啊 领导啊 您说的好 就说呀 评价一个人 说他的秦岛处 也啊 远远的超过我们 说得好 沐浴此言 什么叫沐浴此言呢 就是呀 在那儿 琢磨了半天 然后 更标出完整的解释原文 孙兴公做余亮的参军 有一次啊 和领导一起啊 去游白石山 当时啊 魏军长 也陪着一起 孙兴公啊 就说 哎呀 小魏啊 你这个小伙子呀 这个看山看水 都心不在焉的 你怎么能够 写好文章呢 你没有欣赏水平啊 于亮帮魏军长啊 说了句公道话 说小魏啊 他的风度和神韵啊 虽然比不上啊 你们这帮人 但是呀 他写文章 写的让人倾倒赞叹的地方 也比你们啊 要强很多 孙兴公啊 听了这句话 觉得讲得非常好 在那儿 琢磨了半天 最后 再跟标书完整的 朗诵原文 孙兴公为渔公参军 共有白石山 魏军长在座 孙曰 此子神情 都不关山水 而能作文 渔公曰 为风韵 虽不及 亲诛人 情岛处 亦不尽 孙 岁 沐浴此言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